這夏天都會有很多的那個螞蟻跑跑去 我們常常都要噴那個殺蟲劑 那是你裡面這棟日本建築門 因為是插頭所做的 時間一久不然到那邊白來白去 也很容易住掉 為了不要浪費這麼美麗 又減股氣氛的地方 來到管政府文化局 準備要來向文化博 申請一個文化祝賞 故意的環境真合格位 透過社會結合 讓其民了解到文化祝賞 保護重要 希望藉由社區的一個精神 去激發社區居民 在文化資產保存這個意識的一個興起 這一棟歷史建築其實是非常美麗的 那在我們的一個協調底下 政公所是非常願意跟中興大學來移播 這樣子的一個區塊 做一個整合性的一個發展 市長又想把這一塊移播下來 這篇市林是屬於中興大學所有 不正有工作台位管理 過去工作也真經常一些話 在這裡來基盤 在這裡不錯的活用 以後若是在這裡經費來活化 就能變成一個家庭的事件 普立政公所也曾經跟中興大學 相關單位全責單位來接洽 同意讓普立政公所來使用 所以說我們規劃讓很多希望 活動來這邊辦理 而且我們也希望成為一個花會 加入農村的市集等等 為了安時林旁邊的家當家鄉 也還有二百大百 都是在地的特殊經館 在這裡結尾總共有三期 文化教初步希望第一年 在石燕林的這個部分 所屬的爬城社區剛好也是我們文化局 99年100年很重要的一個社區營造點 那這個社造點呢 其實已經完成了社區地圖 然後也完成了老照片的一個徵集 在無形文化資產的這一個部分 對於未來活絡我們石燕林這個園區 其實是有非常重要的 有非常大的注意 文化博主三教第三個分中有一個工作團隊 來協作文化教肯定公所 申請這項計劃 第二年到第三年 石燕林的體設施繼續來做改善 記者和記者 蔡宏報道